請各位試試看合格不合格 這邊有個練習題 合格不合格就是大於等於60分 輸入一個變數名稱叫scope 這個名稱不一定叫scope 你可以用其他用A也可以 如果大於等於60那表示合格 反之就是不合格 可是如果今天邏輯是希望改成ABCD的話 這地方該怎麼做 A的話是100分到80分 B的話是70到79 C的話是69到60 D的話是不及格 OK 那這裡的話該怎麼寫 其實跟剛剛邏輯還蠻像的 甚至你可以拿剛剛的程式來修改 都沒關係 像這個程式你可以把它複製貼上 貼到這邊改 好像蠻多地方都一樣的 所以有的時候有些架構固定的 像什麼input 記得要轉型 然後邏輯的話 這邊第一個邏輯 第二個邏輯 第三第四第五 OK那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如果輸入一個成績 假如是85分一定是A 那如果今天假如輸入是78分 那應該是多少 B嘛OK沒問題 那如果是65分的話是C 不及格的話呢 輸入55分 沒問題 那當然現在只有 你每次輸入一次 就要再重新執行 可是如果將來 你要讓它反覆執行的話 那外面就包個回圈就可以了 所以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就要來 加上回圈 回圈就可以 不斷不斷的 去輸入啦 甚至你可以 模擬做一個什麼 線上測驗的程式 也都是類似的方法 只是要加個回圈 那這個我想 跟剛剛題目蠻像的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然後把這個 剛剛練習的存檔 存檔的話記得把它存到低疊底下 目錄裡面 比如這個名稱叫年齡好了 或者你用中文英文都可以 然後把它存檔 一樣嘛這個地方的話把它儲存 那這個的話我要成績好了 所以我們今天至少練習了幾個啦 包含就是 A跟B 然後裡面的話用什麼 算數運算值 並且呢用轉型的方式 轉型裡面的話包含就是 INT String 另外換行的話就反斜線 N 那其他的話像如果要輸出那個 雙引號的話一定要加一個反斜線 大致上就是今天 講的一些重點 另外的話 還有這個SPY的環境 那SPY的環境我剛剛特別強調 只要你是解壓收到低疊底下 應該 就沒有問題 那因為今天的時間關係啦 我想就是說我們基本上 最後呢要跟各位提醒一下 之後的話我們所有上課的東西 都會放在 雲端上面 那那個網址請各位務必要記起來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了很多 蠻好記的喔 就是什麼 其他的部分的話包含就是安裝環境 跟那個雲端白板 其他也許 這些應該講義講義的話也可以 如果你想要列印的話也可以拿 然後其他還有補充資料 這個後面我們有用到 會再說一下 那另外的話 將來也許如果 假設同學練習不夠的話 這邊還有證照考試題 其實證照考試題跟我們 剛剛做的那個題目也類似 只是更複雜一些些 那 原則上呢 大概 就是這樣的上課流程 所以下一次上課的話 基本上我們會把那個第2個單元告一個段落 然後再來就是第3個單元 第4個單元 以之類推 OK基本上的話 會講到那個 網路爬蟲 如果其他假設 大家還有興趣的 範圍 也許可以稍微 不過 還是量力而已 因為如果你自己本身 有些程度還不夠的話 跟你講一些東西 可能你也是沒辦法接上 那其實有些東西就是一步一步的 像我們剛剛提到 有關爬蟲 爬蟲前面你要把 基本學院學好 你才沒辦法爬蟲吧 另外爬蟲 它有個概念就是 它是爬網頁資料 所以你恐怕還要對網頁的結構 網頁HTML的那個 這個語法可能也要 有一點了解 否則的話你看不懂上面的標籤 你也不知道該怎麼去爬上面的資料 OK所以就一步一步啦 那這個 領域有太多東西需要學習的 那盡可能回去就是把環境先熟悉 城市先熟悉 OK 那最後 不曉得同學 最後有沒有問題要問的 還是說那個上課的方式啊等等的 還有那個遠距的 因為今天第一次這樣遠距又是實體的 所以這個可能 如果有什麼樣上課有問題的話 歡迎可以在後續提出來 還有 我會把影片放YouTube啦 YouTube下方也可以留言 所以如果你 突然想到什麼問題你想問的 沒關係你可以 直接在YouTube下方留言也沒關係 OK 好 那不然今天我們就先到這裡好了 OK 好 那把畫面還給大家 那感謝 大家的參與 時間也差不多 OK OK 非常好吃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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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